现在有越来越多新人不办婚宴 而是直接到护镇事务所登记 因此五谷护镇事务所计划搬迁到周紫阳重划区的时候 他们就特别设置了中西两种风格的拍照背板 希望让新人拍下美好的纪念 他们走上三楼的五谷护镇事务所 就会先看到一楼的拍照背板 诺大的墙面除了可以看到观音山 还有五谷的古迹首浪堂 都是对新人的祝福 首浪堂是我们五谷的一个地方特色的建筑 那原本拆除后移除到巴黎那边去 那我们的文化局把它争取回来 在原址的附近重新把它盖起来 那另外我们也以观音山为背景 那显示说我们新人在这边做喜欢拍照 会有靠山的感觉 所以那边是新人蛮喜欢拍照的一个地点 如果觉得一楼的中式风格 拍不过瘾还可以直接上三楼 这里以白色为基底的西式风格拍照背板 无论是两位新人还是亲友合照都很适合 三楼部分我们特别设置一个西式的 让新人有做选择 可以在这边做结婚登记时 有个拍照的空间 能够带着更愉悦的心情 让家属一起来拍 所以目前这两个地点都是我们新人来 结婚登记的时候非常喜欢拍照的地点 正式揭牌启用的五谷护镇事务所 不但特别规划了中西两种风格的拍照背板 放过民众洽工的服务柜台 也特别加装了隔板来保护个人隐私 记者高新峰林景云五谷采访报导